2023年8月1日 光明之神阿波罗 发自内心 传导Valley Donor 译者扬声传导 亲爱的地面部队 以下是阿波罗的最新消息 从黄昏到黎明 我都与你们同在 你们生命中的考验和磨难即将结束 你们手段的考验和磨难 你们手头有很多新的机会 你们一定会喜欢你们的新选择 你们已经超越了物质世界 第三维度不再对你们有据点 你们即将准备好进入新角色 及未来的自己 你们必须忘记你们之所事 你们必须忘记你们所学到的东西 你们必须重新学习具有挑战性的课程 以坚守你们作为光明持有者的立场 在你们的最深处 你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谁 你们脚踏实地 尽管你们可能对三维程序感到背负重担 但你们内心知道 在某个时刻你们会被提升 因此以这种新鲜的视角 我告诉你们 你们已经为伟大的觉醒做好了准备 你们即将摆脱所有阻碍 你们认清自己真实身份 和来到这个星球上要做的事情的一切 亲爱的医们 摆脱它吧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基督能量现在正在完全锚定到地球上 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注意到地球的亮度变亮了 无条件的爱和真理就是基督所代表的 现在就在这里 我今天告诉你们这些是为了振奋你们的心 让你们做好准备迎接一阵阵的喜悦和幸福 许多激活现在正在发生 你们正在感受到结果 做好准备 请重读阿波罗的话 并将其铭记于心 自从我们上次分享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们希望你们知道这一切 但是我们只能透露当前情况下合适的信息 这是对地球扬升的最终呼唤的总结 这是扬升时间 也是伟大觉醒的时间 以下是你们可能会如何体验我们正在讨论的一些事例 你们对未来感到乐观 你们拒绝恐惧 你们对造物主有信心 你们只想看看那些令人振奋和鼓舞人心的东西 你们让其他人在他们自己的时间醒来 你们不会将你们的信息或能量强加给任何人 你们作为地球上一个充满爱的 有意识的 散发着爱的基督生命而过着自己的生活 你们走一条笔直的路 那里的路很窄 这显然是直奔主题 你们不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你们会感到狂喜 你们开始超越面纱 并意识到你们生活在量子现实中 线性时间已不复存在 因为一切都在当下 你们会经历时间的扭曲 事物时快时慢 而你们则被加在中间 这是找到自由的征兆 这样每一刻都属于你们 它是由你们正在工作的能量所引导的 你们变得更加敏感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感受到自己的情绪 也感受到他人的无数情绪 你们相信未来 你们会发现你们需要知道的一切 因为他就在你们的内在 你们倾听你们内心的上帝 你们确实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专家 所以你们不会相信别人所说的话 除非他真正引起你们的内心共鸣 你们会发现自己生活在爱中并被这样引导 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觉 你们正在轻松地显现出你们需要的一切 你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 你们的世界 以及一个新的现实 事情对你们来说已经变得透明 所以你们可以读懂字里行间 辨别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爱能让你们与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保持联系 你们看到许多人有不同的频率或者有不同的呼照 这取决于他们 这样他们就可以有自己的体验 你们感觉自己很强大 并与你们的团队团结在一起 你们变得越来越兴奋和快乐 地面部队一开始是怎么样的呢 你们可以添加到此列表中 但总而言之 我们生活在新世界中 当我们迈出这些新的步伐时 我们发现自己更深入地倾听彼此 以更大的方式去爱 寻找新的方法来服务和帮助他人 并看到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好像我们摘下了我们的眼罩 我们可以用我们没有考虑过的方式 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也许我们正在变得不那么自我陶醉 因为我们已经解决了许多需要疗愈的问题 想想过去几年 我们被迫做多少内心工作 几乎让人筋疲力尽 有些人最普遍的感受之一 就是记住他们的掌握 有些人感受到了这种力量 并意识到他们是伟大的老师 正是在此时此刻来到这个地球上 他们开始成为他们来到地球使要成为的人 你们不仅仅是阵雨 你们是被揭示的神和女神 你们的才华和美丽令人惊叹 也许你们对自己的看法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你们可能不会有同样的感觉 尤其是当你们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你们正准备戴上你们的荣耀冠冕 当我们调整和适应这个新世界时 我们会发现等待着我们的魔法和奇迹 梦想你们的梦想 相信你们的内在过程 承认你们的成功并对你们创造的所有机会 保持感激之情 慷慨并与他人分享 在需要时伸出援助之手 生活的前提是所有人都富足 我们都是一体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